华主人是越南54个民族当中之一,人口约85多万人,其中10万多人在统奈省,成为越南华人最多的第二大省市仅次于胡志明市。 在统奈省,华人起居在各县镇和边河与陆京市。在华人起居的地方经常有各种信仰的建筑,如观音庙、观地庙、天后庙、祁福库庙等。 这也是他们一起进行信仰活动,传承民主良好文化,分享经验和快乐,分担忧愁并互相帮助度过困难,特别是孕婚的人。 按管理,每年祁福库庙和华人都提出计划帮助当地和偏远山区的贫穷人。 今年刚好遇到新冠肺炎疫情,所以我们帮助在变合式的人。 我们经常配合变合式祖国政线委员会,帮助约婚的老百姓。 第四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,祁福库庙和华人协会向新冠肺炎疫苗基金提供1亿约吨, 向封锁隔离区提供100多吨大米。 每分节日之际,本社会还探望当地品婚家庭和会员并给他们送礼。 去我到庙庙去赞相参拜我的信愿。 那时候我的信愿是要很神经的。 我到庙庙去赞相参拜我的信愿,我到庙庙去赞相参拜我的信愿。 庙庙庙工作15多年了,对他和每个人而言,不管是提供物质援助还是先出劳动力,都是资源的并感到非常幸福。 互相帮助一起发展并建设幸福饱满的家庭生活,也是当地华人的良好传统文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